到底什麼叫做音樂行銷啊 我今天又看到一個論點是我很不認同的 那就是這四個字 音樂行銷 不然你告訴我 什麼讓我做音樂行銷 你找個大家覺得會有話題性的主題 做一首主打歌 然後找個經紀人企劃宣傳MV導演 一群人把你弄個帥帥的拍個對嘴MV 然後送去給電視電台打歌 這就叫音樂行銷嘛 就算你歌真的很屌 大家聽了喜歡 他真的之後就會支持你 然後開始成為你的粉絲 然後買你的作品嘛 對我來說音樂行銷一直都是一個假議題 真正存在的都只有所謂的群眾經營而已 那你經營群眾應該要圍繞的 也是你的藝術價值的情感價值 而不是音樂行銷啊 你如果和別人經營關係 到最後目的是希望他能崇拜你 然後可以花錢支持你的話 那你未免也太自私了吧 而且我相信你用這個想法出發的話 你大概也很難會成功啊 所以不要再跟我講什麼音樂行銷 你要煩惱的就只有好好建立你的藝術價值 並且拿你的藝術價值 去和你的群眾建立一個健康長久穩定的關係 這才是藝術家需要煩惱的事情 謝謝